快楼切清洗过的金包菇 加上些许姜丝麻油 再用真空包 另外还有粉嫩似的松板珠 一片片也处以称重 在风口包装 七手八脚不能停 尤其越接近中秋越是忙碌 除了要赶工更担心缺货 台风过后玉米大缺 去年只能用玉米笋替代 今年先改用冷冻品 因为连玉米笋也缺了 而鱼下巴也找不到 改用青鱼柳叶鱼 成本上涨的部分更是隐忧 猪肉每台金从200块涨到290 猪肉片今年涨蛮多的 对 它也涨了三四成左右 那怎么办呢 这个方面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去年已经有 有调整一次价钱过了 我们今年的话就是自行吸收 一箱又一箱包装后 确认订单暂解货就是烤肉箱 所有食材包括肉类蔬菜海鲜等等 全部都会在这里组装好 然后要再销售出去 一天至少销100箱 除了疫情影响 烤肉箱商机几乎年年成长 但比比真的有比较划算吗 分开买的食材可以挑喜欢和爱吃的 但如果烤肉箱最平价组合十人分一千六 相对便宜一成 但更多人看重的是 省去清洗分切和运送 今年买气还不错 就是跟去年比较起来 有成长一成左右 然后我们现在大概都是家庭 或是那些企业来购买购买 烤肉箱整组传号后 这懒人商机可不容小觑 东森财经新闻毛招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